在游戏中,铁傀儡的生成机制主要依赖于村民的安全感判断 当村民感到需要保护时,他们会尝试召唤出铁傀儡 在目前主流的刷铁机分为有两种核心机制 分别是流言刷铁机和恐吓刷铁机 这两种方式的原理不同,但目的都是一样 让村民持续生成铁傀儡 简单来说就是,流言刷铁机是五个村民长时间内没有检测到这个铁傀儡 他们进行一段交流后,就会决定生成一个铁傀儡 恐吓刷铁机是当三个村民发现自己被威胁了 那么他们就会召唤出铁傀儡来保护自己 由于流言刷铁机的效率比较低,大家用的比较少 所以这里主要讲的是恐吓刷铁机 村民每五秒会尝试刷出铁傀儡 而想要刷出铁傀儡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附近内包括自己要存在三个村民 其次是村民一天前要睡过觉 村民30秒内没有观察到铁傀儡 并且不再生成冷却中 最后当一只村民受到恐吓后 就会尝试生成一只铁傀儡 所以说只要有一只村民受到恐吓 而其他村民只要满足以上条件 就能成功生成一只铁傀儡 另外要说的是 不同的生物恐吓范围也有一些不一样 当然大家最常用的就是这样子啦 当铁傀儡生成后 村民就会陷入30秒的生成冷却 等冷却时间完后就会开始持续循环 接着我们再来看村民观察铁傀儡的范围 村民会在33×32×33的范围内观察铁傀儡 而在这个范围内如果有铁傀儡 就会被村民给观察到 当然如果是被方块给格挡着也会被看到的哦 然而村民并不是一直都在观察铁傀儡 他是有时间限定的 村民每10秒就会观察一次铁傀儡 所以只要连续3次没有观察到铁傀儡 就能生成一只铁傀儡 而这里要注意的是 村民观察铁傀儡的时机都是不一定的哦 当我们加载到村民的区块后 村民就会随机生成一个观察时间 另外再来看这个生成铁傀儡5秒的计时器 这个计时器不是从村民被恐吓的时间点开始计算的 这个时间点是由整个游戏的计算方式开始计算 这里再来简单看一下铁傀儡的生成范围 铁傀儡的生成范围是以村民的脚为中心 也就是17×13×17 在这个范围内的方块只要是实体方块 他就能生成在这上面 而方块上如果有水的话 他也能生成 那在他尝试生成的时候 这一格不是合适的方块 这样就算尝试失败了 村民总共会尝试10次 那么10次都没有合适方块生成铁傀儡 就会在下一个5秒 如果有满足条件的话 再继续重复10次尝试 由于这里有3个村民 每个村民就会尝试10次 加起来就会尝试30次 那么只要保证生成平台的大小不要太小 就能快速生成铁傀儡 这里的生成平台大小 推荐铺上20个就好咯 这样子就会有80%的成功率生成铁傀儡 如果你要铺更大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效益其实并不大 最多铺上40个就是最高点了 所以推荐你还是铺上20个就好啦 说完以上的基础原理 这里主要看的是刷铁机的循环和处理时间 那么什么是铁傀儡的处理时间呢 当村民观察3次都没有铁傀儡的时候 就会刷出铁傀儡嘛 而铁傀儡刷出来的时候 就需要快速的把它移开村民的观察范围内 无论是使用水流、杀死它或使用地域传送 都可以大大降低这个处理时间 现在举个例子 如果村民的观察时间都是移植的 处理时间是5秒 铁傀儡的生成几率是100% 在这个条件下当铁傀儡生成后 如果村民的观察时间没有观察到铁傀儡 那样30秒时间一到就会生成一只铁傀儡 这个就是我们刷铁机要追求的例子 这里我们再举个例子 当村民的观察时间都是随机的 处理时间也是5秒 铁傀儡的生成几率是100% 那样如果有个村民的观察时间 有观察到铁傀儡 而生成铁傀儡的时间就会延长多5秒 由于上次的时间延长了5秒 就会错开这个铁傀儡的生成时间 在这之后 就会以满数的情况下生成铁傀儡 但是前提是 铁傀儡的处理时间要小于5秒 结论就是 只要我们大大减少铁傀儡的处理时间 那样就有很高的机率 我们可以以满数的情况下生成铁傀儡 接着呢 我们就来盖一个简易且高效的刷铁机 首先准备以下的材料 接着先产品一个平地出来 然后选择一个中心点 在旁边呢 我们要放置床 记得床头都是要对准这个中心点的方向哦 这里用一些泥土 把床的周围给围起来 在中心点的位置 我们倒上水 前面就用火把门给个挡着 紧接着使用暂时性的方块铺上这四格 在左右两边放上三个下半转 中间则放上两个下半转和一个下火把门 这里再把四个暂时性的方块给敲掉 接着在火把门的前面需要挖一个二乘三的坑是处理铁傀儡的 在坑的位置往后五格 这里需要做一个水电梯的通道 往下挖21格 并且这里是要挖两个通道哦 挖好后打通道旁边 并且要使用高尸牌来隔挡水 在水流下方的位置再放上灵魂沙 灵魂沙的上方放上海带 再使用骨粉让海带生长 这里的骨粉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位置哦 这样上升的水电梯就好啦 那么另外一边就需要借用灵魂沙继续刚刚的步骤 最后放上岩浆块就可以了 接着继续把这个铁傀儡的通道往下挖总共20格 然后在水电梯的方向我们要挖桶出去 在前面放置箱子 后面就用漏斗来收集物品 中心点这里呢我们就放上一个萤火 其他的方块上面就铺上下半转 在角落的半转上面呢我们要倒上一桶水 这样再走出来外面再把方块给补上就可以了 接着回到了地面后 记得中心点的左右上方八格 这里都要把它变成途径哦 这是因为铁傀儡不会在途径上生成 所以这里可以集中铁傀儡在同一个地点生成 这样就能快速减少处理时间 在中心点的下方也可以产三到四格 可是要确保下半转的周围也是要产成途径就可以了 再朝着水电梯的方向 坑的两旁边要放上火把门并且打开 坐到这里后就可以引村民过来 村民就会为了睡觉走进里面的位置 如果村民进不到就可以开关火把门让村民进入 在火把门的前面我们要放置一个船 然后坐上船让船的前面呢顶着这个火把门 接着再引这个僵尸过来让他坐上这个船就可以了 最后这个刷怪塔有两点要注意 为了防止雷劈到村民变成女巫 可以在周围放置一个避雷阵 在刷铁机的周围也可以铺上墙 为了防止其他的僵尸来感染村民 和降低刷铁机的效率 只要完成以上的步骤你就有无限的铁咯 行为了防止 graphic连绵地或赶紧